将军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远香火 大家在说 哇 这个圆火洗地到底有多强大 这个是相似的远程火箭炮 这是火箭军来证实 他们可以有能力 打击海上移动目标 这个讲起来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 火箭是怎么来的 是二次大战里面 俄国最凶悍的叫卡丘萨火箭 这个就是说 它可以一下子几百发 一次照下来 它的缺点是什么 射程距离有限 精度不准 所以它就要消耗很多的弹药来盖你 是我们陆军地面作战的时候 我70公里打到你后面的众生 你的补击库 你的预备队 后续部队 或者是梁墨库 指挥中心 它是这个70公里的设计是 地面作战的时候70公里 那后来拉长了 到130公里 那130公里 台湾海峡宽度有120公里 你要想打到内陆的话 130公里是不太够的 所以它就要发展更大的 更长的 火箭的体积更长的 但是火箭弹为什么让我们害怕呢 在乎了 因为火箭弹便宜 导弹很贵 导弹都上亿了 那火箭弹就比较便宜了 那现在老共就面临一个选择 他现在要搞PH191 那这个就是比射程要加长 射程加长 你想射程加长 你带的燃料是不是要多啊 发射药要多嘛 第二个你的 因为射程要长 你弹头就 细弹量就少一点 才飞得远 那你破坏力就比较差一点 那为了要达成它的目标 发展长程的这个火箭弹 长程的火箭弹听说要打到四五百公里 那四五百公里 对我们的空军影响就很大 我一再在电视上强调 我们不把跑道的东西想好的话 那空军就报废了嘛 你所有跑道被炸了 你就起不来 但是这个东西也参设三样东西 质量 这个质量跟性价比 什么叫质呢 像新的火箭弹 它前面装了制导系统 雷达啊 或者是导引的啊 卫星的导引呢 那是不是价钱要贵一点 对不对 那你要变成又像导弹 又不像导弹 它这个玩意儿 你说它像是导弹嘛 导弹单独发 它是一管一管装写 所以大家叫它火箭炮 火箭弹 但是事实上它的性能 这个PH191呢 已经接近于比较便宜的导弹 谢谢帅将军帮我们的 简单的来跟我们解释 所以呢 这个有人分析啊 它的任务呢 包含了刚刚说到的 众生还有压制的任务 压制对方的机场 舰长你怎么看呢 这一次啊 据说有三个亮点 包含了殲-15 另外呢 轰-6K 还有殲-16D 护送轰-6的 这个防冲着战手 它这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它演习的一种 也是它训练的一种 相互的配合 因为现在很少飞机 能够出去单独作战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乡型这个远程火箭 如果未来发生武统 我跟各位相亲报告 最值得你忧虑的 是这种长城火箭弹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巡运飞呢打过来 如果要打我右边 打不到我 它不会乱打的 它的基本上都很准 即使东风导弹误差大一点 基本上也都在50公尺 还是100公尺之内 唯独这种 它是靠面积杀伤 一打过来 可能就是几个足球场的 这个面积这样杀下来 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可怕 它就是这种 未来如果你发现 它用这种东西来打我们的话 哇 那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个东西 比导弹恐怖 比徐翼飞弹恐怖 因为它不精确 由于不精确 所以它是靠面的杀伤 这杀下来 它应该是打机场 港口或是海上的船团 它不太会去打一些 那种很精准的目标 那个小目标 所以最近大家也都在看 海峡在这个军演 解放军在军演的时候 那到底 其他国家的这个军队在干嘛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军演已经结束之后 才释放出这个消息 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法国啊 花月级的护卫舰 慕月号也来了 从南往北进入台湾海峡 重点是它的位置 据说它这一次呢 比较靠中国大陆 比较偏西一点 有人就解读啦 这是跟中国是好的动作吗 但是呢 马克宏又一直说 没有哦 我们是要维持台海的现状哦 另外呢 美国的部分哦 山东号在这里的时候呢 尼米兹号就在这边 但是据说啊 掉头就走了 我先说一下这个 法国的花月级的护卫舰啊 我发现好像台湾 大部分的媒体的解读 好像都有点的偏差哦 这个护卫舰 它基本上是一种 类似于军民两用的船舰 那它是一种巡防舰 它基本上是在所谓 专属经济区里面 做执法用的 所以它谈不上是一个 武力强大的军舰 我们先确定这一点 比我们的都差 就我们海军的三天都比它厉害 对 都比我们差 法国就没有 有点介于 这种海警船 比较高档的 比较武力比较强那种 那它花月级的 有好几艘 名字很好玩 有花月级 有木月级 有风月级 我的名字蛮浪漫的 风花雪月 有雪月级 然后我们了解到 这一次这个马克宏 来到中国访问 讲了联合声明 里面有一条很重要 就是说 让解放军的南部战区 跟法国的 这个太平洋的战区的海军 要做交流 大家记不住这个声明 是 那你会想说 法国的太平洋战区 有吗 还真的有 因为法国在这个太平洋上 有两个群岛 群岛土地面积不大 可是海洋面积很大 动不动就是1000公里 那么宽 它靠近澳洲东边 有一个叫做新克里多尼亚 那我们的战区不管它 比较太平洋中间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法蜀 玻利尼西亚 我们这名字听起来都晕倒了 那名字很长 没有关系 大家很熟 为什么 它的主要岛屿叫做大西地岛 听懂了 就大西地岛 很浪漫 什么高跟画作 都让大家知道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一艘花月旗的护卫舰 它的本名叫木月旗 就是木月号 游牧民族的木 木月旗 叫做木月号护卫舰 它属于花月旗的 他们海军怎么很喜欢 第一艘花月旗的 其他全部都都 花月号 其他都都花月旗 它是花月旗里面的木月号 它的母港在哪里 就是大西地 所以就表示说 他们两个国家元首讲说 我们两边要交流 早就讲好了 他马上就开过来 我们交交朋友 然后当然 他先开到南部去 就是中国的东南部的地方 然后交流一下 就往北部绕一圈 那当然靠近什么 大陆的海岸 这是早就讲好的交流活动 那就表示什么 搞不好现在解放间 也有一艘真的大虚地绕 简单讲就是 这样一个交流活动